来了来了 疫情后 韩国韩亚航空从仁川机场直飞台中的包机首航 载着177名旅客来了 台中市官旅局直接在机场迎宾 送上太阳饼等在地办手里 这一团有不少家族旅游团客 老中青三代同游台中 除了几乎都点名要喝珍珠奶茶 韩国巴默西来台中的团客 他们在台中市区的其中一个景点 就是这里台中国家歌剧院 从市区慢慢往郊区移动 下一个点到南屯彩虹眷村 难得来一次台中 虽然冷气团报道 还是要冲知名景点高美湿地 可惜这一天云层太厚 等不到最美夕阳 虽然这气温低 但对比韩国的冬天更冷 台中还要再推运动旅游 来我们这里 他可以打高福球 现在韩国已经零下15 20度 是不可能在户外活动 不只12月10号才有大韩航空 仁川直飞台中 12月21韩亚航空也来了 接着明年1月4号 德威航空也要抢进直飞台中包机行程 台中市官吕局说 大中部地区有700万人口 大首尔地区则将近2400万人 韩国旅游业者看好首尔直飞台中前进 TVBS新闻苏泰影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